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们要认同我们的信念 亦都要支持这个信念 在这14个参选人的政线里面 Pave发觉只有Brad Chroes和Pierre Lemieux 他们在这方面的信息非常清晰 和我们的想法是一致 而Pave只会支持那些维护家庭价值观的参选人 Pierre Lemieux和Brad Chroes就是了 请投票给他们 当然选择的次序就是由你们自己去决定 有些人考虑分票 但是在这个投票制造之下是不可能的 记住 主要的规矩是 你只要是投票给你喜欢的在第一选择 不论是Brad Chroes或者Pierre Lemieux 但是你不能投多过10个人 那为什么不投给其他候选人呢 你知不知道哪一个在去年的同性戀大游行出现 Maxime Bernier, Kelly Leach, Michael Chong和Lisa Raitt 你也应该注意到多伦多市中心 作为Patrick Brown的幕僚 亦都是同时为Maxime Bernier去工作 要记住Patrick Brown原本是反对Kathleen Wynne 设立的性教育课程 因为她要做安省的PC党领 但是在去年的8月 她竟然说支持这个课程 我们不想再有同样的情况出现 因为Patrick Brown的幕僚 亦即是Maxime Bernier的幕僚 Aaron O'Toole和Chris Alexander赞成这个C2792案 这个是允许男士用女士的洗手间和更衣室 是非常危险 还有另一个候选人Andrew Scheer 现在我们开始投票了 第一步打开你收到的信封 拿出的选票 第二步 用蓝色或者黑色的原子笔 在第一选择的栏 将Bright Trost 或者Pierre Lemieux的圆圈填黑 但是记住 如果是这个栏有多个一个人 这张票就是无效 第三步 同样是第二选择的栏 同样是第二选择的栏 填上Pierre Lemieux或者Bright Trost 如果你将Bright Trost 填在第一选择的栏 那Pierre Lemieux就是第二 如果Pierre Lemieux在第一 Bright Trost就是第二 总之你不可以重复 否则你的票也是无效的 第四步 身份和地址的证明 在家里每一个已经入榜的党员 都要有身份和地址的证明 的影印本 而车牌 就是其中一个可以同时有 照片和地址的证明 第五步 完成填写选票之后 接好放入投票保密信封里面 封口 第六步 拿出一张性命的表格 将有你的名字和地址 在上面签名 第七步 一切准备好了 现在可以将保密信封 和你性命表格 加上你身份证 和地址证明的影印本 一起放入 这个选举回游信封里面 然后封口 第二步 第八步 尽快记出 是不用邮票的 我们要齐心地送出这个强烈的信息 让他们知道 我们要一个主动加拿大的家庭价值观的党领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